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演艺术活动 推出了你看戏我买单的青年限定专属展演场次 涉及在台北市的18到21岁的青年 都可以用台北通APP登记抽签 取得免费的入场票 感受表演艺术的魅力 台北市长蒋万安跟着三道猴子一起跳舞 活力十足 同时推广青年进剧场看艺术活动 蒋万笑说自己是即兴演出 借着这次宣布响应文化部成年礼经政策 让北市青年免费看表演 我觉得你可以增加一些文化涵养啊 B 那太难了 不会啊 你可以多看一些表演艺术啊 在台北就有很多很多的表演啊 像是最近有两个国外的团体 有七手指特技剧场即将带来的 Bass and Jazz Bass and Jazz 还有英巴尔本海姆即将要演出的 Blee Blee 还有还有两个国内的团体 有很会说故事的 故事工厂带来的倒数婚姻啊 倒数婚姻 现在有一个很棒的专案 叫做你看戏我买单啊 免费看戏这么棒 该不会是诈骗集团耶 他有一些条件跟规定啊 等我查到了我再告诉你啊 B B B 我想起来那出音乐剧的名字了啊 剧名是海角七号音乐剧 其实我要先谢谢全民大剧团 这个迷你音乐剧让我有机会噶一脚 虽然说这是第一次能够边唱边跳 但是我觉得各在其中非常的不一样 很兴奋 那同时我也要谢谢故事工厂 在去年让我参与了我们与二的距离 其中够了一脚 那也是我第一次站上我家戏剧园 然后呢面对这么多的观众啊 所以我才了解到其实戏剧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特别要站上舞台 面对这么多观众 事前很多的排练严严严严 更不用讲 其实整个剧团背后 还有很多包括写剧本 包括灯光这个影响 我想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团队 以及未来我们怎么样让这个产业能够活发展 我也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才刚刚从韩国首尔回来 这一次去首尔 我特别去看了首尔大学路去上一条街 我要跟大家报告 其实之前我就有听说 大学路这一条街上上面都是很多的剧场 大大小小 但事实上它不是一条街而已 它是整个区块 我去了以后非常的惊艳 他们主要的负责呢 带着我帮我这样介绍 光是这个小小这个区 也不叫小小一区啦 他说我们当天晚上去看 大概只是他们的小小一部分 就有两百多家大中小型的剧场 而他跟我介绍不是有话剧 有音乐剧 最让我好奇的 我不断问他 为什么韩国有这么多人 喜爱走进剧场 去看这些表演 他反而觉得我问这个问题 很特别 难道在台湾里面没有这么多人 喜欢去看剧吗 而且他们 百分之九十八 看剧的都是女性 这也是非常非常令我感到惊讶 而且他也跟我讲 他们相关的整个产业是非常的成熟 不只是刚刚谈到的编剧 写故事 表演者 背后的音效 音乐 灯光 包括整个售票的平台 以及他们怎么样去跟国外谈授权 以及授权了以后怎么样改编 而且甚至做得更好 他说他们改编以后 在韩国首尔表演 很多原创的这些创作家 邀请他们到海外去表演 所以我想这个都非常值得我们借进跟学习 也因此 我们文化局特别推出 你看系我买单 针对年轻朋友 18到21岁 设计在台北市 透过我们的台北通APP 就可以登录籌签 我们提供了3000个座位 在11月份有四档的戏 非常精彩 就是希望慢慢培养年轻朋友 能够有机会去体验到剧场去看戏 同时爱上我们的戏剧 我们也要给这些辛苦 从事相关戏剧产业的伙伴跟朋友 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我想我们需要像韩国首尔他们这样子 政府愿意投入大量的资源跟支持的力量 配合民间的企业 以及结合我们这些优秀的创作者 表演工作者 大家一起努力 我相信台北我们一定也可以做得到 猴子有三道 四档节目切合青年族群 期盼让青年朋友走进剧场 清零剧场感受丰沛的表演艺术能量 另外台北市立交响乐团 和台北市立国乐团 共推出29档演出活动 开放成年礼金五折优惠 希望喜欢艺文的年轻朋友 能够享受艺术的美好 从而支持艺文产业 台北市政府举办台北美食业 首次以锅物为主题 透过网路人气票选 选出两组前十大民众最喜欢的店家 再由美食专家实地评选 精选出各组的前五名 非常好吃的台湾鲜牛肉 都是新鲜的牛肉片 鲜嫩的台湾牛肉放进锅里 算一下就熟了 还有彰化西湖来的三层牛肉 业者主打的就是国产的新鲜食材 完全用台湾的牛肉 都是从台南那边过来的鲜牛肉来做处理 然后羊肉也是完全是台湾西湖 彰化西湖的羊肉 然后屏东信工的猪肉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沾酱 不管是沙茶酱或者是酱油 都是自己完全自己熬煮 强调一个人就能享用的麻辣锅 正宗川味先炒后蒜的火焰锅 加上九宫隔火锅料超级吸睛 这是最特别的是我们这个独家设计的九宫隔平台 九宫隔里面的食材 像是炸酥肉啊 麻辣牛 还有我们的老鲁牛筋 这些都是比较适合搭配川味麻辣锅的食材 那跟一般的涮涮锅 一个菜一个肉的形式不太一样 所以吃起来的感觉是更多元 然后更缤分 还有突破传统火锅做法 中西融合让消费者宛如在法式餐厅用餐 希望提供消费者更尊隆的感觉 甚至还让松露乳菜 因为我们想要颠覆一般就是火锅的既定印象 很多人以为就是可能火锅 是比较属于台式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们把它融合也就是又很仪式感那种 所以我们在食材上面的搭配呢 也会用一些黑松露白松露去搭配肉 去做出一个很新颖的吃法 这是台北美食业活动首次以锅物为主题 邀集台北市火锅店家参与 在7月先举办网路人气票选活动 选出饷宴锅锅锅主及经典锅锅主各前10名的店家 再由美食专家实力评测选出各组前5名 参与评测的美食评论家胡天然强调 除了食材新鲜汤底丰富外 店家的自制沾酱更让他惊艳 只说这就是台北的味道 可能你常常吃火锅人会觉得熬煮也没有什么稀奇啊 但是每一家的熬煮的酱油用什么样的酱油 是那种什么样大豆那样的黄豆那样的 甚至于它的那个煮的时间 煮的浓度淡度 这都可能影响到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 食材沾到那个沾量的口感 所以我想这就是台北味道 本身是火锅控平均一周至少要吃三次火锅的 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局长陈俊安希望 台北美食院能让所有美食都能有被看见的机会 因此第一年特别选择火锅作为主题 再进入秋冬之际 推荐国人来台北吃好锅 因为台湾人很爱吃锅 台北市又是火锅店非常密集的一个城市 所以我们今年在第一年的主题的活动当中 我们就选择以火锅当做我们的主题 那刚好十月又是秋天开始微凉的季节 冷冷的天吃一个暖暖的锅 我想都是大家觉得非常开心的事情 台北市副市长林毅华也分享自己喜爱的火锅种类 她认为这就是台北市平民美食的一部分 这也是台北市面向国际最讨喜的明信片 因为在台北想吃什么锅都找得到 其实所以我觉得各种锅我都蛮喜欢的 我觉得它就是我们台北市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其实透过锅 我觉得也是让大家想到很多过去的回忆 也看现在整个锅物呢 整个他们也有很大的发展 所以美食真的就是台北市面对国际很重要的名片 尤其锅物我现在在台北市你想吃什么锅 在台北市都找得到 主办的台北市政府商业处长高正元表示 台北美食月期间还有消费发票登陆活动 民众前往这60家合作火锅店家消费 就有机会抽到20万元的吃锅美食金 另外8家便利支付及美食平台 并整合旗下火锅店家提供超过150万元的消费回馈方案 欢迎吃锅控千万别错过 到台北找到您心目中的心头好锅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 未来要纪念至锦事件百年 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10月1号到11月30号 以至锦百年浴光前行为主题 举办新文化乐活动 其中特展狮子兽与狮子吼 完整呈现至锦事件的历史脉络 并透过AI技术将答辩的文件模拟转化为法庭场景 提供民众沉浸式的观展体验 1923年12月16日发生的制锦事件 是日治时期 台湾总督府针对倡议台湾自治 设立议会的台湾议会齐成同盟会成员 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由发动全岛大逮捕 由于狮子日文发音与制式相同 因此制锦事件被蒋渭水称为台湾狮子兽 特展狮子兽与狮子吼 透过媒体报导形式以及AI算图技术 模拟历史人像场景画面 完整呈现自己事件的历史脉络 这个事件对台湾人其实非常的有意义 可是我们的历史资料 大家都可以知道 就是比较多是文字的资料 那也比较多就是可能是平面资料 然后照片也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多 可是以现代人的乐听习惯来讲 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快的 消化跟吸收这么大量的资料 所以我们特别这次运用了这个AI的技术 然后透过有一些历史人物他的一些照片 那就可以模拟出一些他的场景 比方说他们在开会 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的一些场景 这样子让大家可以用更加的贴近大家乐听方式的模式 来做这个模拟 那同时因为自己事件 他其实有经过一审 一审二审三审这么多次的开庭 他可以说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最大的这个正式审判事件 那为了要重现这样子的结果 我们也是把这种很平面的书面资料 我们特别的用AI的方式 我们来把它模拟这个法庭的场景 让大家可以用像在看影片看电影的方式 来回到说当时呢 他们是怎么样在法庭上互相辩论的 然后呢是怎么样的 法官检察官他们是什么样的立场 那我们的制式们 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子一个反抗的行为 在史观上来讲 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辩论 可以更呈现出说 他们当时这些制式们真正的一个想法 还有对于一个国家 对于一个法治社会的一个立体的想法 这样子 请敲下正义之锤 记者会现场至谨事件制式 蔡胃水 蔡裴火 蔡慧如 林佑春等前辈的后代家属 都出席新文化运动乐活动 文化局长蔡施萍 也以马克吐温名句 感念前辈们的努力 为台湾民主运动留下典范 非常谢谢各位 要不是一百年前 要不是一百年前 各位的长辈们 我们不会有现在留下来的 包括这个台北北警察署 转型成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这样的一个过程 马克吐温说 历史不会重复 但会押韵 所以在我自己经历过的 台湾的发展史上 我相信各位刚才看到这些故事 在主持人 特别是主持人 在描绘当年这个自己事件 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前辈是怎么努力 当年的台湾民报是怎么样子来报道 然后在那段时间 虽然他们被抓 被判刑 但在前后两年的时间里面 等于是一次全民的觉醒运动 台湾的新文化的觉醒运动 这个经历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们在台湾也经历过 历史不会重复 但会押韵 美岛事件 前后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启蒙 因为我们从那时候知道说 原来历史是可以打拼的 民主是应该打拼的 人权是应该打拼的 我们这个展呢 可以看到三个一百年 就是自警事件一百年 一位其成同盟一百年 台湾民报一百年 所以是非常非常 非常豐富的一次展览 那这个自警事件被称为台湾历史 政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它有非常多重的意义 第一个呢 他是台湾双语世代 第一批接受现代性教育的知识分子的集体 因为政治事件的被大逮捕 第二个呢 他是第一次这样被公开闻名 然后大辩论 总督府跟检察官 对这个跨海而来的律师 还有在台湾的日籍律师 还有在台湾籍的律师 还有被告 他们在法庭上各自主张的一个陈述 这个都是台湾司法史上 可以说是前无仅有的一个记录 另外呢 留下来的玉中文学 也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文学史上占有一个地位 也是他们开始的这种玉中文学 日本时代的时候啊 在那个时期就是 就是 虽然是同一个国家 然后日本人说是殖民地 然后我们是同一个国家 但是事实上在日本跟在台湾 它其实是不同的 使用不同的法 那这些 其实他们去申请 台湾议会的这一群制式 就是发现说 很多活动它在日本是合法的 但是在台湾呢 他们就是不合法的 是处处受到限制的 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说 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不平等 他们想要争取台湾人自己的议会 那所以他们就一直推动这个新文化运动 可是呢 就一直没有办法很成功 他们希望说同胞们可以自己先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嘛 所以他们就推新文化运动 但是经过了这个大逮捕之后呢 虽然说他们有人背叛有罪 但是呢 当时他们的台湾民报 他们发行的这个台湾民报 就销售量也大增 那参加他们的组织台湾协会的人 人数也大幅的提升 那也就是说呢 透过这个全岛大逮捕的这个事件 让当时的台湾人 他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为什么这些人他要去争取 而又为什么会被总督府遭受到 就是挑动到总督府敏感的神经 这件事情有了一个聚焦的作用 所以让这个新文化运动 在当时也向前推进了一步 这样子 新文化运动乐活动至仅百年 欲光前行 10月1日起至11月30日 将以文化展览、戏剧演出、音乐表演 在地市集及论坛讲座等丰富活动 带领民众进一步了解 至今事件及台湾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涵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和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处 两年以下服刑 给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 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 机上和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在这里来看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2023成功新秀舞台 10月19到11月5号将在台湾戏曲中心登场 今年优集了十二团优秀的剧团 十四位新秀横跨歌仔客家金剧玉剧等剧种 各自拿出看家本领拼场拼戏 十二团优秀 十二团优秀剧团十四位新秀横跨歌仔客家金剧玉剧等剧种 各自拿出看家本领拼戏 所以观众们能够看到最精彩的演出 可能同场的演出里面 行当会不一样 剧种会不一样 表演文武会不一样 那过去的历来其实都是策展人主动去邀演新秀 但是有很多团队就觉得蛮遗憾的没有机会参与 所以我们去年开始第一次尝试用邀演跟增剑双轨来进行 那果然就调出了从来没有来过的团队 而且跟新秀们他们表现的都很精彩 所以我们今年觉得这个概念既然还不错 我们就继续执行 因为我们的演出是希望说不同的戏曲的观众 都能够去看到其他剧种的长处 而不说可能我买是唐团的死中铁粉 但是我进来也许看到了金剧 也许看到了艺剧 看到了客家戏 我发现其他剧种也有它精彩迷人的地方 那同样的我们金剧的观众 看到我们唐团演出的这么精彩 下次看到唐团卖票我也就进来了 我们希望能够扩大观众的影响力 办理这个成功新秀舞台最重要的重点 其实传艺中心有一连串的 培育我们传统戏曲人才的计划 譬如说我们从习艺声 青年露团的辅导 还有外台戏功底的承办 等等到最后这个成功新秀的舞台 其实都是希望培育年轻的新学人一起进来 将来为我们的传统戏曲界有更多的接班人的机会 那今年又比较特别 我们原来青年这个露团这个辅导的团员 本来是在训练的阶段 那也纳入在今年的表演的新秀里面 希望他们更能够借这个机会 以演带训能够发挥 迈入第七届的成功新秀舞台 累积多年演出能量 共有近百位新秀演员站上舞台 今年更首度将传艺中心青年团员入团辅导计划 成员纳入新秀 整合各项人才培育计划 藉由资深艺师传承戏曲功底 淬炼戏曲接班人 为台湾传统戏曲注入新生命 比如说像祝团的青年团员 还有习一生的培训 那当然到年底的时候 还有成功新秀的表演的舞台 其实因为有这一连串的培育计划 让我们每个剧团不同剧种 可是每个剧团大家都可以很用心的 在各自的剧团来培育我们的新生代 那所以呢 在近年来我们就发现各个剧种 我们看到 很开心的看到很多年轻人的加入 而且也让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更多的心血 来投入各个不同的剧种参与演出 我们发现观众的年龄层有降低 对 我觉得这是好事 就是不止我们在培育新秀 青年人的这一块上面 我觉得培养观众也很重要 因为有好的观众 我们培育这些新人 这些新秀 他们才会有日后有观众群 走进剧场来支持他们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剧团本身现在 很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 培育新演员 优秀的演员 而且也希望可以培养更多看戏的观众 其实歌仔戏比较 就是歌仔戏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我们的行当比较模糊 没有分得这么的细致 对 所以老师给我们年轻人很多机会 像我前阵子就才刚饰演一个老蛋 就是算超零演出 对 然后偶尔呢 在剧团的大戏也会饰演一些花旦 就可爱的角色 然后像这一次呢 就饰演的是很凶猛的女武将 对 钟吴燕 那我觉得在这样的磨练的 就是状况底下呢 我相信将来就在跨领域 或是遇到各个不同角色 困难的时候 我们自己可以独当一面的出来解决 那因为我不是本科生 所以对于一些他们之前在学校 可能念了十几年的功 对我来讲 可能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练习 那练习的过程中 虽然有时候会遭受很大挫折 掉泪 其实他都没有讲 其实都偷偷的哭 但是老师就会一直鼓励我们说 当一个演员 最重要的是你要学会 你要享受舞台 而不是一直去在意你 在台上会失误 不要去想说你练了那么久 为什么在台上可能会失误 他叫我不要去想这些 就是要我 你只要对得起你自己 你有花时间 花心力去练习 那到了台上就是盡情展现 然后享受舞台 期待这次的活动呢 我们可以吸引到更多不同观众群 走进剧场 当然也希望是客载戏 客家戏 金剧玉剧 各个不同的剧种的观众 可以因为一张票 有多种的欣赏的不同剧种 他可以因为这次来看戏 他愿意在跨剧种的欣赏 他愿意走进剧场来做一位好观众 2023成功新秀舞台 从10月19日起至11月5日 在台湾戏曲中心 少表演厅演出 今年更加入文化币专属优惠 凡是使用文化币购票 都一样 希望在达封面期间 能能破棕专属 将剧场面文化币 将传统艺术之美 介绍给更多不同样貌的观众族群 号召年轻观众 一起进场 青年挺青年 在开载 éis慧辉 gur 台北 招大眾捐贈愛心福袋 一起改善孩子的生活環境 珍珍家中凌亂 不是因為沒整理 而是空間狹小 擺放不易 加上租屋狀況 很少購買固定式收納櫃 就會變成成堆衣服 小玩具常常無處安放 就是壓力很大 然後每天都要重複 做這種事情 然後就看了那就是 很凌亂很雜亂 然後心情也不會很好 然後小孩就會說 媽媽我們的衣服找不到啊 哪裡都放不下這樣 對 就會覺得很煩躁 然後就是會有點難過 就會覺得 怎麼都沒有足夠 良好的環境給小孩子 摺衣服和收玩具 摺衣服跟收玩具都很喜歡是不是 那你會帶兩個妹妹一起嗎 會 會跟他們一起是不是 就是有系統的那種收納箱 然後這樣一箱一箱的玩具 也可以分門別類 然後讓他們想玩的時候就找得到 然後不想玩的話 可以收起來很整齊的放在旁邊 那衣服也可以一個一人一個 然後這樣看起來可以幫他們 可以自己收拾自己的 然後也不會這樣很凌亂 一直倒一直倒也找不到 台北家福中心輔助弱勢家庭中 就是設計還有對的收納工具之後 原本攤的亂的很容易滑落的 通通可以有系統的擺放 那我覺得家呢就是帶給我們一個避風港嘛 回到家就是可能你一整天工作很忙碌 被老闆標罵 或者是今天過得不太順 回到家就是希望可以放鬆享受 而且你視覺上是要很舒服的 不但是要衛生之外 我覺得整體也非常的重要 那尤其如果家裡還有幼童的家長們 如果藉由收納孩子們也可以培養獨立自主 而且對自己的物品有負責任的態度的話 都是非常好的發展 那我覺得像這一次我也成為租屋主了 那我也明白說 其實你在一個租屋的環境 不可能自己花錢去訂製很多家具 因為你可能下次你要搬到哪個地方 那個家具不見得適合 雖然現在有很多活動家具 那像這次我在搬家的時候 我發現房東已經幫我做好衣櫃了 可是那個衣櫃打開沒有抽屜 那我後來我也去買了一些便利的抽屜 然後就發現說原來這樣子收衣服真的方便許多 那我就可以感受到說 他其實在我們收納整理的過程當中 真的很耗心力 不但你要傷腦筋之外 你也要付出很多的時間 那我覺得這個對於還要再撫養幽童 或者是還要再工作的上班族 其實是非常的辛勞的 更何況其實這些收納工具買起來 也是不少的開銷 所以我覺得這次可以參加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希望能夠號召大家的愛心 我們希望小孩子不要因為家庭的困境 而影響他課業的學習 跟生活 所以呢在今年呢我們跟謝主任談過之後呢 我們知道家福中心今年要辦這一次的 軟心福袋物質還有支物袋給每一戶的家庭 我覺得呢這非常非常的有意義 幫助這些弱勢小孩呢 呃的家庭呢能夠呢有一個盡一點心力 那其實在LV台灣以及海外 我們公司其實做了很多企業社會責任的活動 那今年比較特別一點是 還有員工盡心盡力的路跑之外呢 也可以把這個報名費 也幫員工們做一個愛心的一個善款的一個服務 臺北家福主任謝小文表示 家是社會最小的單位卻是最重要的 家影響著人的一生 而有一個舒適的家很重要 和各界善心人士能夠幫助弱勢家庭改善環境 那這一次我們想要募集的附帶呢 其實一樣是從家庭的需要開始出發 我們發現台北的家庭 他們都是租屋而住 而那個租屋的情況其實都是比較空間狹小 可能空氣不是太流通 那所以他們其實在收納上面是有一些議題 需要去被克服的 那我們看到這樣的需要 所以希望能夠幫家庭募集收納箱 因為這收納箱對他們講是很重要的 空間小 如果沒有好好的收納的工具的話 其實他們的那個空間 就不會是太舒適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也希望他們過往都會用紙箱啊 或者是用垃圾袋 或者是用紙袋去收集他們的東西 我們覺得這樣其實很容易受潮 所以我們覺得收納箱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服袋的內容 那因為需要大家一起來募集 那一樣我們今年的服袋 一樣是一千五百塊一份 那裡頭就會含著收納箱 還有民生物資 那希望家庭可以在過年 就是心力年前可以過一個好年 那我們今年的活動一樣是在 12月3號禮拜天 在國父紀念館 我們會有一個原遊會的形式 那有70塊的攤位 如果民眾對於捐贈福袋有興趣 歡迎一起來 如果民眾對於捐贈 就是募集那個攤位 也是感興趣的話也歡迎大家一起來 那天就是我們全部的家庭都會回來 跟我們大家一起過一個快樂的下午 有了藝人企業民間團體共同支持 台北家夫號召親朋好友 響應收集愛蝶幸福福袋目擊活動 一起成為弱勢家庭最堅強的好盾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 台北市民政局舉辦台北市基优宗教團體民俗委員會 及效型楷模聯合表揚大會 市長講晚安頒發獎項 感謝這些平日熱心奉獻 默默行善的團體與個人 台北市丹安區民俗委員會怎麼幹 台北市丹安區民俗委員會 對社會公益弱勢救助文化涵養方面貢獻良多 獲得台北市民政局頒發獎項表揚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宗教團體民俗委員會 個人獲得獎項 非常高興今天有蔣萬安市長 以及陳勇德局長親自來頒發 感到最欣慰的就是說 我們大安區民俗會所有的委員 大家非常的熱心出錢出力 在今天的這個場面 我們大家都看到了 總共有71位民俗委員得獎 我們大安區就22位得獎 這表示我們大安區民俗委員 所有的委員都非常的熱心 我們也感到非常的榮幸及驕傲 有例行性的 比方說每年的春節輝豪愛心監選 我們都跟區公社聯合來舉辦 舉辦的包括這個獎學金 我們大家都出錢出力 頒發獎學金給我們大安區一些比較用功 讀書的包括高中大學研究所 我們都有頒發獎學金 以及我們每年也固定三個鄉鎮 去全省各鄉鎮 辦理這個把我們大安區的 富而好禮 熱善好施 大愛精神 散播到全省各地 我們去年 昨天前天 我們才到了宜蘭的南澳鄉 宜蘭的宜蘭市公所 宜蘭的原山鄉 去把買了一些米 一些衛生紙 一些罐頭 一些毯子 一些尿布 捐給當地的弱勢族群 我們地方上熱心公益的各宗教團體 以及秘書委員會 一直以來扮演安定社會 以及安定人心的重要角色 其實我想在上個星期 我特別帶到台灣省神皇廟 也參加了一年一度 中原普渡的祈福祭典 也藉這個機會希望祈求台北市 一切平安順利 也希望能夠儘快協助 在這一次基態大直 發生事故的受災民眾 做好相關的安置 空虛的處理能夠圓滿 其實在來之前我也特別看了一下 在今天總共有41家基歐宗教團體 有11個我們民俗委員會獲獎 同時有71位民俗委員 還有4位令人非常感動的孝親楷模 今天都會接受表揚 其實從之前到111年 我們台北市各宮廟宗教團體的捐贈金額 累積總共有10億8千萬 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代表的是我們各個宮廟宗教團體 所有的時事人員 還有信眾大德 大家對於台北市的一份愛心 而這份愛心能夠透過每一次 不管是捐贈救護車 消防車 或者是富康巴士 或舉辦獎學金的班證 這份愛心能夠散播到台北市的每一個角落 能夠讓真正需要的民眾 孩子得到這一份愛心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一舉 台北市的民俗委員會 其實一直以來扮演很關鍵的角色 包括每一年春節到第一線慰問辛苦執行的警銷人員 還有獎學金能夠對台北市許多家庭經濟困難 學校即刻幫助的這些孩子 能夠給予他在學校或是營養午餐上面無後顧之憂 同時今天我們有四位校型改模 值得注意的是校型模範獎彰顯親情的關懷與孝心 李金龍先生靜心照料患有中風失智且不良於心的母親 與雲瑞同學則是不用媽媽講 自己主動陪伴外公外婆工作 且打理生活瑣事 媽媽開玩笑說比自己還有孝心 主要是他自己蠻會想的 都不用我怎麼跟他講 他自己覺得說這樣做是對的 他就會去做 我爸因為他在做資源回收 所以他下課 他第一時間就是會先幫忙做資源回收 然後我媽媽他的腳不太方便 然後只要有出去買個東西 他就是會主動去倉扶他這樣子 我覺得他比我還優秀 因為我覺得他比我還孝順 余同學為了要減輕 爸爸媽媽工作上面的壓力和負擔 而且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時間 為了向這些團體及個人表達感謝 市長蔣萬安與民政局長陳永德 也親自頒獎 希望透過公開表揚 讓獲獎人把心中的力量 繼續發揚光大 也感染社會氛圍 值得大眾學習其精神 記者問郡 張啟騰 台北報導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 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河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徒刑 合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 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河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河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搞正市場合法秩序支持影視產業 金融市政府舉辦112年教師節表揚大會 市長謝國良及議長童子偉親自表揚 祝福大家教師節快樂 一見的國中許濟澤老師 還有安樂高中吳怡惠老師 獲得教育部的一個殊榮 市長謝國良親自頒獎給榮獲教育部 司奪獎兩位教師 許濟澤 吳怡惠 感謝兩人在教育的貢獻 很榮幸榮獲今年的司奪獎 然後司奪獎其實也是一個 所有的教職生涯一些努力的累積 然後在這些累積過程當中 在我們的不管是我們的科展指導 或者是我們的海洋教育 其實都有一群夥伴跟著我們 雖然我們是擔任領導人 然後帶領著夥伴們一起前進 但是在這整個歷程當中 沒有夥伴的支持 其實也沒有辦法達成這個成就 就是能夠獲得這個獎 還有就是收到學校的推薦 就是非常的感謝 就是跟我合作過的 無論是教授 或者是社群的老師們 還有就是跨校的夥伴 那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跟夥伴一起共同呈現 教育成果的一個肯定 那也非常謝謝就是一路走來 就是陪伴我們的老師 家長還有學生給我們的支持 那希望可以對我們基隆的孩子 就是有更多的幫助 教師節表演大會在文化中心演藝廳舉行 市長謝國良 議長童志偉 親自頒發獎狀給獲獎老師 大家也都了解 最近也都知道 我們很努力的在我們上任以後 就要把我們基隆的高中的 這個初中升高中的優秀孩子 留在在地升學 所以小愛辦法也非常努力 大家一起來想辦法 最近也麻煩各高中開始準備 尤其是 第九年的導師 對於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把孩子們留在基隆念高中 我們要共同的努力來完成這個方向 那當然就是我們也不能用嘴巴講 我們要做更多的 這個事情來推動 讓孩子們跟家長 還有在座的各位老師都放心 讓您所關心所愛的那個孩子 可以留在基隆念高中 我想教育是希望工程 我們每一位辛苦的老師 都是我們基隆教育的交水員丁 默默地為我們的所有小朋友 所有學子做努力做付出 那培育我們的下一代 那我想我們每一位小朋友 都是基隆市的未來 那我們全體市議員 基隆市議會 都非常重視教育的工程 所以我們想教師節的表揚 我們有非常多的議員 包括我們旁邊的張梗輝 也一起來我們來祝福教師節快樂 然後代表我們基隆市議會 非常重視我們教師節的表揚活動 表揚大會總計有261人獲獎 其中正民國小校長王沛蘭 榮獲40年執生教師 中山國小推球校長許萬華 獲得教育奉獻獎 另外中山國中周玉成老師 協助誤入歧途的孩子 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 榮獲信壇分方獎 非常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 頒40年的獎 可是我一直都不覺得 我已經教40年了 那我覺得教學這件事情 對我是非常快樂 而且在教學的過程中 我覺得其實打破經驗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是教未來的孩子 每個孩子他們所需要的知識 都是不斷的進步的 我雖然40年 但是我始終告訴我自己 要不斷的學習 不斷的努力 那我雖然不會有再另外的40年 可是我會把握以後的 每一分每一秒 會需要我的孩子們服務 能成為教育人 就是教育工作者是很幸福的 那希望大家把握這個機會 對 那希望後輩的老師們 都能把握這樣的機會 引導學生 這一次可以獲得這個信壇分方獎的話 都是我們中正國中老師給所有的師長 給我的一個努力跟指導 那當然首先還是要先感謝 引領我進入我們基隆市教育界的 郭清順前校長 他給我非常大的指導 當然這次會獲獎 也是我們現任的一個學務主任 許婉婷主任 給予我推薦 我今天才有這個機會 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獎項 我知道我一直有雙銘心的翅膀 愛我悲悲過絕望 教肆節前夕市府舉辦表達大會 邀請了師長和家人 一起分享教育的喜悅 透過合影留下難忘了回憶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接下來帶你來看 基隆市政府替學校的營養午餐把關 強化監督流程 特別舉辦了學校午餐 食安連鎮平台教育訓練 市長謝國良強調 學校市長是第一線接觸營養午餐的人員 希望大家能一起替食材把關 未來要研議訂定獎程制度 一起見分分教育處 一起來探討 希望學校就近在地的這些 這些學校的人員 能夠協助這個 來幫忙維持跟討論 這個營養午餐 平日的一個品質 出席學校午餐食安連鎮平台教育訓練 市長謝國良支持強調 學校營養午餐食材 學校市長和學校共同把關 鼓勵國小包括校長跟學校同仁 也都在這一段時間能夠去盡量協助 去把關這些營養午餐的一個品質 跟送來學校跟製作的這個過程 過去我們好像都是要用突擊檢查的方法 去跑到一個我們平常不會來的學校 殊不知其實學校有很多的工作人員 每天就在樓上樓下的角度去看 這些營養午餐的一個製作 跟或送到的一個流程檢視 所以我們最近跟體健科跟教育處 以及再跟鎮鋒處都有在討論 我們會提出一個新的辦法 我們會用實際的方法鼓勵 並且檢討國小以及公立幼稚園 在這個營養午餐在校的人員的 一個監督的一個機制 市安府邀請120位負責學校 營養午餐食安人員食安機查 和採購人員參加研習課程 還邀請極用地檢署主任檢察官黃佳妮 試料站進行研討 提供務實的經驗和法律見解 這些種外部的力量 其實我覺得他剛才提到的這個理念 是非常好的 在地的學校才是最真實 能夠了解營養午餐的現況 已經有推動了自治條例 我們也有加強法則 我們也會加強抽檢 但是就像我講的 我們隨時都在討論 如何把營養午餐的品質 跟在整個監督的幾個機制 全部的透明化 市安府強調 學校午餐食安連鎮平台 已經啟動 未來會加強抽查 並由陣風人員適當的介入 行政稽查 如果發現不法弊端情勢 將交由司法機關追究責任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接下來我帶你來看 基隆市政府邀請全市 國小四年級的學生 到表演藝術中心 進行觀聚體驗 副市長邱沛連於900位小朋友 一同欣賞 以基隆中原季為主題的 兒童劇小徽霞 期許培養 及提升孩子 對藝術教育的素養 你跟我們說要看什麼 心情感覺怎樣 就是要看小徽霞 明天沒有作業啊 所以很開心啊 很開心 很開心 不可以飲食 然後要安靜 自己的垃圾要自己丟 應該拍手的時候就要拍手 這次的內容除了簡介故事內容外 也有帶一些劇場禮儀 然後希望他們等一下進去的時候 也可以觀察一下 整個劇場的安排啊 座位的動線 跟他平常可能去過電影院 還是一些車廂的位置 其實是有類似的 就是小朋友可以 就是拿到他的票開始 去找他的位置 然後去了解說 要怎麼樣做劇場的觀看 對那在事前的話 我們也有做一些教育 就是小朋友在劇場中 要注意什麼事情 對啊 今天最主要是 不僅是劇場的禮儀 更重要的是 我們很希望 將基隆的在地的文化 可以透過一個戲劇的方式 讓小朋友更能了解 基隆的歷史文化 基隆的珍貴 基隆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這區有沒有看到 掛了好多燈籠都亮亮的 中原季的時候 對不對 那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在開鬼門之前 先幫他們照亮他們的路 這樣開鬼門的時候 他們走出來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會知道要去哪裡吃苦度 基隆的中原季非常重要 我來到基隆快九個月了 我看到了基隆的一個在地文化 怎麼樣讓這個在地文化可以生根 也是我們一直在能力思考的 這是由基隆市文化局跟教育處 共同規劃的觀劇體驗 由在地的慾望劇團 負責編劇演出 將自己家鄉基隆的故事演出來 讓同學們自然的吸收了解 增加一文素養 並且傳承基隆的榮光與驕傲 喬著歐叮叮叮叮唐看 追著生活努力花 我是歐叮叮唐 迎接藤外一絲束花 我之前啊 大家一定知道台北小巨蛋 我之前在台北小巨蛋當過董事長 我看過台灣最好的國際各式各樣的表演 剛才的劇團的表演 我要很誠實說 完全不輸給國際級的表演 包括中國怪人 包括貓 希望各位 謝謝 好 這個很棒 給劇團一個熱烈的掌聲 非常棒 這次文化局委託在地團隊 慾望劇團製作原創節目《小徽霞》 以基隆無形文化資產的 《基隆中原記》為主軸 訴說一個充滿基隆元素的奇幻童話 透過孩子們的視角 認識劇中《基隆中原記》 《黑金煤礦》《好兄弟》《中原記科儀》等主題 讓孩子更加認識屬於基隆人的善良與慈悲 能對自己的家鄉基隆有更多認同與共鳴 我們是從基隆出去的 我們身上流著基隆的血 我們要帶著基隆的驕傲 不管是參加活動 不管是到任何地方 都要記得這個劇團帶給我們的啟示 非常謝謝文化群跟教育處 可以辦一個這麼好的活動 也希望各位小朋友可以喜歡 是教育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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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由台南市政府承辦的 112年全國運動會 聖火傳遞團隊來到了基隆市 市政府特別選在 基隆市要塞司令部 正門口廣場 迎接遠道而來的聖火團隊 由副市長邱佩玲代表 迎接聖火 我們基隆市的聖火隊向後轉 112年全國運動會由台南市政府承辦 聖火傳遞來到基隆市 由副市長邱佩玲代表迎接聖火 教育處長劉美蘭及體育會 被鄭景州理事長的代表 鄭裕成常務理事 陪同交接聖火 並由南榮國中體育班學生 擔任附火傳遞人員 這個2012年全國運動會在台南舉辦 所以我們非常的慎重 今天特別我們的聖火傳遞來到北部 的一個歷史的窗口基隆 因為基隆跟台南市 都是在17世紀大海時代 就出現的一個很重要的城市 所以今天來到基隆 特別有那種歷史的親切感 我們也透過這一次的傳遞 除了是聖火的傳遞 我們也把它當作是一個文化之火的傳遞 所以非常感謝縣市長及邱副市長 特別選擇了我們的要塞司令部 來做一個傳遞的點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有意義 那因為明年也是台南的400年 所以我們也希望把這一份的歷史榮光 結合各縣市的重要的歷史文化景點 把它串連在一起 讓這一次的全國運動會 更有歷史文化的一個意涵 我們歡迎這個副市長來基隆 很感動 因為最早就告訴我說 他們希望選一個歷史古蹟 那我們覺得 基隆有很多歷史古蹟 最後選了要塞司令部 基隆在運動方面表現的一項 都是不輸人厚 那我們去年是得到了三個金牌 一個銀牌 三個銅牌 今年我們希望 在台南的加持之下 可以有更好的夾擊 謝謝 今年的全國運動會賽事 將於10月21號到26號舉行 市長謝國良跟副市長邱佩玲 也期盼基隆代表隊再創佳績 為基隆爭取最高榮譽 記者黃日生 陳淑平基隆報導 陶族類化石巡迴展 繼暖西國小中正國中後 抵達建德國中 校方邀請賴光綺博士 進行化石講座 分享鸚鵡螺與橘石的秘密 進而閱讀地球的記憶 鸚鵡螺與橘石長的超像 來猜猜哪一個是活化石 哪一個是化石呢 體管角是在中間 最簡單的一個區分的方法 就是看它的體管的位置 它體管角是在正中間的話 就是鸚鵡螺 那它的體管角跑到旁邊的話 就是橘石 還有全世界最大的橘石 究竟有多大呢 中山大學的化石巡迴展 來到建德國中 在賴博士的趣味解說下 讓人閱讀地球的記憶 演化 它是基於一個基因的差異 然後累積了非常多的年代 所以它們在形狀上 大小上 都會有很大的變化 那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地球上的生物的千變萬化 這種非常有序的部分 讓大家也能夠學著 試著去欣賞 這些我們地球上的生物的多樣性 施照們仔細觀察 感受這億萬年大自然的魅力 更能與在地有更深刻的連結 透過這一次的演習 我們就更能夠去區分說 橘石 然後跟英文羅 它要怎麼樣去分辨它的一個差別 然後還有它的一個演化的一個歷程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幫它做分類 那因為我們是地處於基隆 那我們在海邊或者是我們在戶外 能夠常常去發現到化石的時候 那我們第一個就可以讓我們有一個判斷的先輩知識 透過品頭潤足 投足類化石展出 讓學生對海洋化石生物演化 環境與氣候的變遷 還有台灣化石與本土環境之間的關聯 有更深的認識 同時也能了解化石在科學研究 及一般生活上的重要性 記者蔡小君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